Hello,大家好,我是生浩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有效的使用OptionKey Part 2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影片的话 那么请你看回Part 1 因为Part 1也是有很多很实用的技巧 在还没有开始Part 2之前 请允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然后TV会一直更新 关于MacBook和MacOS的实用小技巧 如果你对这方面资讯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生化TV 那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使用的技巧就是 清理Safari的History 可是又会记住博物件的Data 普通的CreateHistory 就是把游览网页的痕迹全部清除 虽然这样做法可以让Safari 在下一次游览网页的时候 可以速度比较快 可是不好的地方就是 你必须要重新登录 之前已经登录过的网页 例如微博和Facebook 而这个CreateHistory and Keep Website Data 就可以保留这些登录的资料 点击OptionKey的话 它就会变成CreateHistory and Keep Website Data 所以现在我们点击CreateHistory and Keep Website Data 然后我们Refresh 现在是Login着的 第二个 一个单字一个单字的向前向后移动 普通的话我们按左右键是一个字一个字 这样子移动 或者是按Cmd再配合左右键的时候是 向到最前或者是到最后 而如果我们按着OptionKey的话呢 它将会是一个单字一个单字的向左向右移 它甚至可以帮我们侦测到有标点符号的话 会在8点符号的前面后面暂停 第三个实用的技巧就是 快速的开启Slide Show 就是换真片 如果我们平时按Space的话 就是看到Preview 可是如果我们选几张照片 或者是文件的话呢 再按OptionSpace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Slide Show了 第四个 Safe Bar S 就是在不影响你原本的文件的情况下 存档成另外一个文件 或者是另外一个Folder 另外一个Pub 像这张图片我们已经改好后 如果按发 我们只可以看到 Safe这个东西 可是我们如果按着OptionKey的话 它就会多一个叫Safe S 好啦 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 MacBook和MacOS的实用小技巧 下一集我会继续分享 另外五个比较实用的 OptionKey快捷键 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我一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推荐的小技巧 或者是App 或者是你在使用Mac的时候 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 那么我是Safe浩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